大家好, 又到最新一集的 《動漫城進攻足球》時間 歐洲聯賽應該靜待這個歐洲國家盃 但是過去的球季, 我們仍然不可以抬慢 要做回顧給大家 上次我們和阿豪錄了一個西班牙足球回顧 現在就到德國足球回顧的這一集 我們再講回, 譬如今季所有德甲裏有球隊的成績會是怎樣 照舊, 基本上是白茉莫尼克仍然是閃聯德國聯賽冠軍 在四個歐聯資格裏面 第二位的多蒙特, 第三位的利華古信 和第四位的武信家帕分別奪得 史奧克04和緬因斯分別拿到歐霸杯的一席 法蘭克福, 史特加和漢洛威 和史特加和漢洛威跌到這個月祖裏面 法蘭克福就要和紐倫堡爭一個留級的機會 到後來兩個回合打完之後 法蘭克福是成功能夠補到組的 首先先講講一件事 還有一個德國杯裡面 在這一屆的德國聯賽裡面 白茉莫尼克是成為這個國家的雙冠王 除了拿到聯賽之外 亦都是分別擊敗了多蒙特 拿了這個德國杯的 其實在最後一關來說 其實他的難度比祖雲達斯和西班牙大 因為他們的西班牙對手是西威爾 巴卓隆拿, 祖雲達斯對於AC 反觀一件事就是說 多蒙特其實是在最後一刻的錦標 根本上是不能不爭的 還有來講 祖雲達斯在意甲那邊 他自從擺脫了在下游之後 他一直在冒聲中 相對之下 白茉莫尼克是較為難打的 就是說他在季尾沉返了下去 雖然他還是說 早兩三個州就已經決定了 但因為他之前得分多 但實際上他在下降 是 我們亦都看到 其實開頭我們對白茉莫尼克 我記得在季初的預測裡面 其實我們是怕 不是說他沒有機會衛免得到 這條路一定不是以下 因為我們覺得 諾賓、聶貝利有部份 已經出現一個老化的情況 沒有這些 誰知道是開頭第一場 真的打得不太理想 我看完第一場都會覺得 今屆你都幾萬歲 但往後呢 他又站穩陣腳 是 亦都做出四大聯賽最好的優勢 一個什麼優勢已經說過很多次了 就是他一早在季中之前 已經拋離對手7至9分 然後他亦都可以以日代勞去選擇 究竟在W杯 歐聯 情況 在哪個時段 讓球員去休息 那這個 這件事 我想在其他聯賽裡面 是沒有發生過的 而今屆 他亦都會發生了 基本上是 但是很後期 很可惜 一件事就是 因為在季中 他公佈了哥利奧拿主席 他先公佈了離隊 然後 他亦都在曼城的官方網頁 既然宣佈 哥利奧拿將會在下季 是的 沒錯 加民球隊 這個一個連鎖反應 是 亦都影響了曼城 這個就留在英格蘭時段 基本上是 這個影響上 那個波幅是有的 但是我們曾經也都憂慮過 他夠不夠 可不可以能夠補到那個 那個錦標的爭逐呢 在聯賽是沒有問題 是的 但是我們在德國盃 始終打到球季最後一場 未知之數 在歐聯 如果當時我們看下去 他條路是難走的 因為他其實中段的氣勢不差 但是自從公佈離隊之後 真的開始是見到有回落 而那種回落 不是那麼大反應 給大家看到的原因 因為德國盃入 德國聯賽的水平在裡面 其他球隊其實跟他仍然有段距離 令到他的問題還未能夠浮現 李Sir 其實在季初 自從他一開始 踏入一路 九分的距離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 經常都在談論 會不會過一百大關 是 其實想想想 他的走勢是絕對會有的 那現在總共整個季裡面 做和了四場球 失了八分 輸了兩場 總共14分 如果真的 說實在 他失少那些分 真的可以有一百大關去 都不頂的 是啊 那為什麼他後期是有回落 是有少少數據可以有即可尋的 先看看聯賽的榜裡面 他雖然是拿到冠軍 八十八分 拿到冠軍 和多蒙特七十八分 是有十分的差距 但是那十分的差距 是曾經出現了 是最後的五場球裡面 其實是五分而已 是啊 只是多蒙特又自己不爭氣 他自己不爭氣 是啊 連拉近距離都不行的情況之下 但是這樣 在聯賽裡面 他竟然是多入了巴尼姆尼克兩球 他入了八十二球 巴尼姆尼克只能夠入了八十球 就是因為他滑落 是啊 他當然滑落 頭那些石贏的那些球 是很大比數的 是啊 到尾那些 有時都是失球多了 已經 你也看到 幸好 李雲道夫斯基 在今屆巴尼姆尼克裡面 他攻入了三十個入球 是啊 第二個神射手是湯馬斯·梅娜 後期湯馬斯·梅娜 那個出場率都開始減低 但是兩個射手加起來都入了五十球 基本上是 你說單一個球員來說當然是多 因為最單一個球員高過多蒙特的奧巴美洋 奧巴美洋只是入了二十五球 但是在整體數據上來說 其實他入球竟然是少過多蒙特 這個是肯分數出現大差距 但是竟然入球是少過阿君 這個現象少見一點 沒錯 因為就是事情 他在末段的時候 李雲道夫斯基和湯馬斯·梅娜 兩個都是滑落了 入球數字少了 我記得有一段時間還靠復出的列貝利 甚至乎諾斌那些去入球 否則如果他一直保持街態來說 我想問題不大 他不會比入球數字低過人 幸好他失球數字低 所以相差的時候 看上去又好看些 如果不是就很肉酸 對 到後來他第二角 他都能夠成功 在季美發力 雖然他在歐聯中輸了球 但是他都能夠發力 拿到德國杯決賽 但是這個德國杯決賽非常非常驚訝 很辛苦 因為多蒙特來講 是當時他在等著你 因為他也是唯一一個錦標 可以跟你爭的情況下 我不覺得他當時認為 但無尼克強到你可以 說你予取予攜 其實當晚看那一場球的時候 就發覺那個 多蒙特的取勝決心 比他更大 只不過就說幸運之神 是不眷顧他 令到他輸了一場球 那就沒有辦法 我們經常都說 你怎麼好球 都是要看一下 Luck這個字很重要 L-U-C-K Luck這個字 勤請我們在歐洲足球時段裡面講過 哥迪奧拿如果能夠拿到 德國杯和拜仁茂尼克 這個德甲聯賽的話 只是用一個基本盤 去完成這個球快規 為什麼我們後期會 對他的要求特別高了呢 是因為 你是不是由頭到尾 是你曾經中斷 我剛才都講過 你是帶出一個很大的優勢 如果你不能夠 譬如說在季中已經帶來 七分的差距的情況之下 八分的差距 你都只能夠到季尾 只能夠拿到一項錶 我覺得是不收貨的 其實嚴格來說 如果觀眾朋友有機會看到他們的數據 整貴的數據 你看到他們的走勢是怎樣贏的時候 你會發覺 為什麼後段那裡失分這麼多 是 人家就會覺得你沒有個王者風範 沒錯 你現在都是冠冠 但你的王者風範不夠 就是 尾後那三仗 決定於 尾後那三仗來說 其實就說 雖然你沒有輸過球 是 一和兩勝 但是每一場都失球 這個已經是一個問題 我可以看回數據 其實巴人茂尼克和多蒙特 在第九州的時候 其實兩隊球已經進佔了第一位和第二位 沒錯 當時來說 巴人茂尼克是27分 九戰全勝 而多蒙特只能夠是九戰六勝 即是兩和一負 即是以第九州賽事 已經出現差分的差距了 沒錯 去到第十四州的賽事裏面 就更加出現八分的差距 是第十四州的賽事 如果到後來季美的成績 你只能夠拿到一個聯賽 絕對我覺得不收貨 是對你不是要求過高的 是不是 你不是由頭咬 咬到最後都咬到很緊 是呀沒錯 你已經是 首先第一 你有一個斑霸 也是有一個優勢 其實你 好說不好聽 經常都在打你這樣的斑霸 所以相對之下 你可以說法甲的水平低一點 是 但你就看到巴黎聖日以門那個勢 我 啵啵聲已經是離航離下 就是賴創 其實你 以你白人當時的去勢 你應該可以做到 你不會說搞到 去後來那裡五分的距離 你又有恐懼一點 一個給輸場 甚至乎不要輸夠兩場 你已經玩完了 這個是很重要 其實在這件事裡 巴黎聖日和曼城都是一個傷失 當然損失最慘重一定是曼城 最低限度 現在巴黎聖日和巴黎聖日 都能夠保住兩個禁票 然後我們再說說這個多蒙特 基本上 多蒙特也是真的非常不值 因為在德國盃那場波裡面 是很大機會能夠打破 巴黎聖日的共斷 他也那場波的表現不差很可惜 真的輸了給十二馬 輸了給幸運之神的捐步 如果不是 戈迪奧蘭能不能夠可以 用一個光環切下來 都沒有未知之數 基本上 也都長波來講 就不得不讚拜仁的龍門 他打得好 如果不是 如果不是都已經輸了 會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射十二馬 是 這件事就有 說真的 在今屆的拜武 在陣容的表現上來說 有個問題出現了 就是說 因為他的失球 雖然是十七球是少些 但是我們見到 尤其是借路尾保定 是啊 在那個後防中央那裡 其實出現了一種 還得還色的情況 我感覺可能 因為他年紀大 是一個問題 還有應該是個傷 有些傷的問題 是未徹底做好的 因為他不是年輕 是 看到你恢復的問題 是沒有那麼好的 但是到差不多 就是未十足好的 你又要出去打 是 又嚴重了 有些事情 就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聶佩利和諾濱 本身都是輪著受傷 輪著出 間中不能夠 由球打到落尾 的情況之下 他今集有一個人 真的做了一個及時雨 就是 杜加拉斯哥斯達 是 這個邊線的球員 絕對是為李雲道夫 即是產生一個很大的供應 之中 都是拉散別人對方的手 其實如果 哥斯達這個巴西球員 如果他的技術 再上乘一點 就好一點了 因為現在還是差一點 但是我反觀一件事 差不多 這個聶佩利出來 他比諾濱好多 年紀大過諾濱 但是他的表現是好過諾濱 是啊 好過諾濱 在季尾那幾場球 有些時候 你靠諾濱去的 如果不是已經失了 被人磨了球 輸了波 是樂軍做到事情出來的 製造到一些入球機會 是 甚至乎他自己 這個 這個 也都 抵贊的 聶佩利 這件事 是 那譬如說 接下來的那隊球 就是多蒙特 很可惜 衝擊這個德國盃失敗了 但是其實他今季的成績 譬如說 奧巴美揚也打起了一個閃光點出來 鄉春真斯 也回復回 在加盟馬聯之前的水平和狀態 沒錯 就是回復以前 在多蒙特的狀態 很重要 在多蒙特 兩屆的亞軍 和夫斯堡 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今屆是完全大跌幅 跌到第八位 基本上 這種跌幅來說 就真的 其實除了在歐聯裡面 可以進到級之外 在本土聯賽的成績 真的不太理想 可以這樣說 可以說 不只是不理想那麼簡單 是難以接受 就是你上一季的位置 跟現在的相差 你不單是維持的 你還要計算你那個分數 得分的多少 你被人看到的就是 你沉在下面的位置太久了 即是沒有 季初肯上塵 到季中一直又開始跌 曾經我記得就說 在第七、第八週 它是跌到下去很低 是呀 跌到到第八位 第七、第八週 那它上回來 上回來 然後我說 很幸運 沉了一點也不是太久 是呀 誰知道它過了幾週 又開始又再跌下去 其實它在第十週 和第十四週的時候 它曾經轉過頭三名 是呀 接著已經越跌越差 越跌越差 即是它跌到第七、八位 那時候 那時候的情況 就 再上的時候 我看到就說 上到來都 一場可以保持著 是OK啦 可以回復回 誰知道 過了幾週之後 又開始一直跌下去 那 即是 它去到 貴美、臨美 那四場球裡面 曾經跌到下去 第十位 是呀 還要低 李Sir 有一件事很奇怪 有件事真的要拿出來去研究一下 在季中打後 因為它今屆來講 押著萬聯來出線 打入了16強 歐聯來講 是呀 有歐聯的賽事打的時候 它反而成績不是太差 沒有了球 只是打得得甲的時候 反而去越踢越低 其實 其實 有個 情況就是 怎樣呢 通常有時候 就說 當你一踢到那些球 去到一些 沒有得擲的時候 有些球員就會掉以輕心 是 所以 作為一個領隊 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 我們怎樣去調教呢 即是 我們 我們做教練都經常講 有幾個週期 是 有幾個週期 譬如好像 現在他們的週期 可能第一個週期 就是季初的 接著就進入第二個週期 就說 他們要 本土聯賽加上 那個歐聯 歐八之旅的賽事 你要調教得很好 即是你的訓練 就不可以over太多 因為 踢的 場數是密了 是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要做得很好的 去到尾的時候 就 也都不可以放鬆的 因為 你 把勢頭 保持著一個高位 就 拿不到管價 至少就在上游來打 相對之下 一計 你所得的分數 相差幾十分 是很重要的 而我可以解釋一個小小形勢 在第16週的賽事裡面 第四位當時來講 是 處於第四位的 和夫時報 而排在第五的 就是無信家 排在第六是利華古信 到後來大家都知道 利華古信去到第幾 那兩隊球 當時來講 一隊二十四分 而當時和夫時報二十六分 他距離哈法帕龍第三位 只是三分的差距 但是去到第十七週 就出現一個反差了 他輸了那場球 蝕了氣之後 完全一跌 跌到第七 是的 一跳不震 但是你問他 是不是可以彈不上來 不是的 但是自從那一週之後 他已經再上不回來 第十七週開始 基本上 球員的心態 就是沒有了個目標 就是 在當時很密的賽事都好 他們要想 我們怎樣砌低萬聯 壓著他出線 怎樣怎樣 就是 這個 每逢有時的事情 就是說 有目標的人 就有自己的進步 鬥心 很多事情 當沒有了的時候 就會倒下去 這件事就說 領隊教練的功夫 要看 做得好的就OK 做得不好就糟糕了 真的 是的 除了說了胡佛夫斯普多蒙特 白人之外 當然我們也說說 今次的第三位 就是尼華古信 尼華古信 尼華古信可以這樣說 用後勁靈例來形容他 非常非常貼切的理想 其實有件事 這些經常都在說 基本上就是領隊的做法 即是當他跌到這麼沉的時候 他怎樣去 即是將他提上去 這個很重要性 即是當他領隊要做 就說首先要找到 球隊中間的弱點在哪裏 有哪裏去改善 否則你怎樣說 都是沒有用的 那他改過上去 也都沉了一輪 但是他一路一路又被他 一步一步又爬上去 那麼 終歸在最 最尾 即是 那十個 周那裏 他是一路爬到上去 一定的維持 保持著一段長時間 是 保持著他在那裏幾周 那裏 雖然尼華古信 在今季來說 就拿得60分 排第三位 沒錯 距離武信家帕是有五分的差距 但是他講入球來說 就入得56球 那武信家帕也有67球 如果肯入球率來說 其實就不是太理想的 基本上是 其實來講 就入球的數字 來講 武信家帕是高的 但相對之下 他的失球又高 是 失多於10球 基本上是 而這個 利華古信就是 他很平均 就是他失和得球 那個差距不太大 所以 所以 就 你如果入得球多 失球少就好 是 如果你入得球多 失球都多 沒有好處 是 是 現在相對之下 就說 利華古信 我入得球少 但我失球都少 如果不然就麻煩了 是的 也有很多球球 其實是靠小豆去拿回來的 是的 沒錯 我記得在這個 12月份 12月份 他曾經 12至1月期間 是做出一場 連續 六場波 七場波都有 有波入的 是當時來講 是帶著 整支利華古信 就咬到 他想潛烈的 爭奪 當然 後勁也都非常厲害 曾經 他是開頭 開局不好的 第四、第五 第五週賽事 跌到第十三位 但到後來 他也都開始 穩步上癢 譬如說去到季中開始 他守住第五位 慢慢看著第四位的歐聯 誰知道到後來衝刺 他能夠可以 以第三名衝刺 亦都打入了這個 歐冠杯的 分組賽裏面 沒錯 是的 他今年來講 可以這樣講 站穩陣腳 亦都用一個平穩的表現 能夠 拿到這樣的成績 亦都是實至名歸的 那反而 第四位的武衡家 來講 就一個是完全 一個大奇蹟 尋輪底 開頭的四至五場 來講 他真的處於一個 戶級區域 排第十八位 根本上 他在底 我們如果當初 肯季初 就算打到第八 第九週裡面 我不覺得他到後來 會拿到前四 其實就說 在季中 他都不是季中 應該是上半季的末段 他打得幾毫的 開始是 開始是抓到 我們自己要 有個路線 有個目標 可能說 我們保持在這個 這個位置 四五六位之間 即是第一二三 我們沒有得玩 看看怎樣去搶 四五六位的位置 即是 希望層次擺高一點 那 OK 求仁得仁他們 可以的 到最後 不單找數 他都第四 這些 相對就是 他說 這個 雲達不來 做不到 就是這樣 不是 Sorry 鴻夫之寶做不到 就是這樣 沒錯 他去了尾那裏 即是一輸了 歐巴一出局 他就已經 嘩 沉淪了下去了 已經 一跳不振了 即是 他不會想一件事 今年失敗了 我們看明年做好 即是 好像 香港 香港 港超南華 他想的方法 現在都 沒錯 可能 可能 他贏了那一場 這個 這個 南區的 也都未必可以 是 所以可能 他的球 我打過歐聯 可以在那裏爭 勇勇 至少 他都有目標 是 是 是 現在我相信 和夫之寶 就是沒有了目標 是 即是 定位 即是 我不知道 是 那個領隊 雙兵也是一個問題 沒錯 雙兵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 其實 雙兵之間 你都可以 調教 用一些 即是跌坡跌得好 很厲害 你都可以 怎樣 你在後備兵員 那裏 反而 歐格斯 武信家帕本身 其實 雖然我們說 他一個大躍進 就這樣 其實如果 比去年來講 其實是差了 因為武信家帕 去年來講是拿第三 他是拿到這個 他去年武信家帕 是拿第三 拿到66分 而今年武信家帕 只是拿到55分 比上位少了15分 少了11分 變了 其實他是開始 有倒隊的跡象 根本上 其實很簡單 可能球員那個 就是兵員 不是那麼多 還是維持 就是上一屆那個 班底的話 那 就是 過一年 就大一年 是 是 所以 其實就是 好像這些球隊 最好 當你去到 一些這樣的位置 你不妨 試一下 用一些 年輕人 就是 你好像今年孟聯 成績不好 成績不好 但是 他就是 在那裡 不斷嘗試 用一些新仔出來 給他打到勢頭 上去 去第四 這些 即是他曾經都威脅 威脅到 去到 有機會去 上到甚至乎第二 這些就是 大家的路向不同 始終 某年一個大球會 可能看的事情 是不同了 要求 那我們 譬如說 再看下去 譬如說 今年第五位的西奧克林4 和勉恩斯 西奧克林4 其實都是去年 處於第六位 成績來說 叫做 都是壓過的 是的 各種 勉恩斯反而 就是一個 進步了 因為去年 他只處於第十一位 今年 以第六名 是衝線 他是用得失球差 壓過了哈佛帕林 基本上 哈佛帕林本身 其實 其實我又 相對之下 我又不覺得 勉恩斯特別是好 而是其他的 和那些對數 是蠻了 蠻了 蠻了 譬如好像 這個法蘭克福 是的 真真 雲達不愛媒 雲達不愛媒 那些 河芬蘭 即是 跌了下去 那麼 跌了他 他又上去 是 是 那在大陸前列的位置 大概我們分析是這樣 在鋼班來說 這一屆 史特加、漢諾威 和法蘭克福 法蘭克福 我先計算一下 未打附加賽 在漢諾威來說 其實 上一屆來說 是第十三位 其實他都屬於 經驗地 互渡級 我跟你看球這麼多年 都知道 你相信 一支鋼班球隊 是有跡可尋的 不會突然一季 都掉下去 一定不會突然之間 掉下去 一定有些 那幾季已經 都不是好開的 基本上是 好像 塌樓 不會 就塌 一定會有些 跌灰 有些 一定有的 今屆裡面 鋼班那兩支球隊 史特加和漢諾威 在去年 漢諾威排第十三 是最驚險 互渡成功的 史特加 也都 不是比漢諾威好多 其實他都是 處於最後一周 才行 排在第十四位 其實他雖然說 互渡成功 但他相對之 跟 最後那隊漢諾威 都是相差 六分 好像是吧 是 沒錯 是有八分的差距 但是 去到最後那隊 他都是三分 都是 是三分 其實你想想 喂 你 不幸的 人家贏你輸 你就可能你 跌了下去 是啊 因為我想說 就是說 比如說去年來講 漢諾威和史特加 本身都處於第十三 第十四位 已經是肯降班邊緣 是降不了下去 今年 你中球隊沒有進步 一定是跟他跌下去 終於 他兩隊波今屆走不住 跌下去了 然後 其實 死裡逃生的 法蘭克福 雖然是今屆能夠補到組 如果你不能夠 將球會內部的方針 方向能夠再調節的話 你下屆 都會有機會降下去 因為去年 法蘭克福 都不是好得去哪裡 其實他只是處於第九位 你說好 起上來不是好很多 還有一隊波 都需要檢討的 那隊波就是雲達不內媒 你不要見他在今屆 第十三位 三十八分 其實他打到最後最後那場 他才能夠成功補給 一個大約中游 第十六位一跳 跳到上第十三位 其實他相對 再上屆來講 他已經是跌了屋 是跌了屋 跌了屋 如果你這樣去預測 你現在 逢是新星班的球隊 一定是有一種新的衝擊 他的鬥志 士氣 或者方向流級的欲望 是強的 如果你一些傳統勁女 還是毫無寸進的話 明年 你可以這樣預測 雲達不內媒 和這個 法蘭克福 你都可以預定他都可以 基本上是 不出奇的 就是看哪一隊落 是啊 到時可能有膽 看看打什麼腳 是啊 有什麼膽打什麼腳 比如法蘭克福 雲達不內媒 史特加都降了下去 其實你是在看 現在這幾隊球隊 科隆這些 肯下屆會是什麼情況 是啊 不會好得很多 去年新星班那些球隊 其實都能夠成功補組 在今屆來講 比如達斯泰特 這些他是成功補組的 沒錯 其實他都 我經常都在講 是你怎樣的心態 是 所以我都很贊成 有附加塞那樣東西 是 比如好像德國 嗯 你 OK 法蘭克福 如果今年他留到班辣 他如果明年是沒有改進的 他明年一樣抗牙 抗牙 那就OK了 給你多個機會 如果他改善的 他本身不是一個這樣的班底 是 沒錯 那他可以打回上去 問題就是說 可能貴中遇到種種其他因素 搞到這麼不好的處境 掉了下去 是 但是總觀來講 我覺得一件事就是 德國這個聯賽 都不會去得再高一點水平 我會覺得 就是希望他不會搞到好像法國那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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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sir 所說的一句說話 是真的斷掉了兩節 是 就算白毛利克和多蒙特 都是斷掉了 其實如果我從分數看 李sir 是 你由這個利華古信打到下面 其實每一隊拉得很近 其實 你 你 你 其實有機會在第八九位以後 那些 就是 你由頭到尾相差的分數 不會超過太多 是 那 那就大鑊了 你一來要吸引 這個聯賽一定要吸引外資 對 為什麼吸引外資呢 譬如說 現在拜仁茂尼克裡面 可以這樣說 用拜仁說 不要用多蒙特 只要他看中任何一個 肯德國聯賽有表現的 德國球員來說 他就搶的 他根本是拿著的 不需要好 因為為什麼呢 你論財力 其實任何一個 是抗拒不了他的轉匯費的 沒錯 就算他不是用很高黃的轉匯費 只要譬如說 我扔這個人 譬如說 根本我們千零二千萬 那已經可以買到 手道拿來 沒有說到千零二千萬 就是還有一些 一些特別的東西 譬如 我 我頭三年那些 我有機會踢歐冠的 是 球員就不同了 我想說 我未必有得看 是 但我也有得看看 那些層次 那些東西 是 沒得看 就只是坐在家裡 電視機看 是 那差很遠 其實你看到的 李Sir 譬如說 以往的勁女雲達不樂園 或者是和夫斯堡 和夫斯堡 譬如沒有了 迪布林買了一個給萬成之後 其實在某一兩個球員 打得到的話 他抗拒不了的轉匯費 走了 他也不能夠補充一些好的球員 一 他在本土是補充不到 因為買不回來 所有的人都去到 被白人摸尼克 第二 如果你在歐洲市場去競爭 搶一些好球員回來 更加天荒夜譚 你根本不夠這樣的才力 基本上是 形成了他的德國聯賽裡面 是起上來更加弱 會越來越 那個質素會低 所以這個相對之下 就會影響了你國家隊那樣東西 是 大家很多時候 老航專門都說 你本身聯賽的質素這麼低 你國家隊的質素都不會強 你現在以下 只是用白人摸尼克做骨狂 是啦 所以就說 所以就說 為什麼會 國家隊那個打出來 就算最近場 熱身賽 對施學佛克都 哇 慘不忍倒 真的慘不忍倒 你不要說輸 你給他和 你基本上已經等於輸 他有一件事唯一好 就是說 他的紀律 士氣其他就OK 去到大賽那時候 整班人集中起來 整體性強一點 成績就不至於太差 但是我們遠觀到去破 你所說的 看不到將來那幾年會發生 是啊 因為最慘的一件事 你會看到相對之下 亞洲、日本隊會好 這個韓國好 他全部一體化去做的 他打球的風格 任何一隊都是這樣的 總之哪一個都很容易融入 國家隊 但是現在你慘了 拜仁做骨幹 但拜仁在吃西班牙飯 你回來 國家隊 在吃德國行豬手 都不太風味 所以又格格不入 你想想那天 譬如去西哥球球 謝路美保定在德國 那場友誼賽裏 其實是挺肉酸的 但是謝路美保定本身 如果以香港來說 他是一個入籍兵 沒錯 但是已經是德國中路 仍然依靠他做防守 其實你想一句 你找不到後繼無人 是啊 後繼無人 你都不敢用他 是啊 其實就是說 相對之下 侯夫若干年前 都入過德國國家隊 但是很短暫就沒有了 其實就是說 你是太過保守 你一套的做法打法 為什麼侯夫可以去到 李斯特城打得有聲有色 覺得這個底 這樣的價錢 就像黃興濟華時傑 借渣價錢 燒的味道 消燒的味道 這都是很重要的 是 好不好 其實都說 要考慮一個東西 就是 如何去調教 那麼你相對之下 但是你會看到西班牙,為什麼會在近來講到西班牙還是佔在高位 因為它很簡單,它跟荷蘭一樣,有兩大族群 但是它大部份加泰、隆尼亞那些人,我的打法就是這樣的 加泰、隆尼亞那些人,我的打法就是這樣的 正正一樣的是,加泰、隆尼亞那些很主攻性的東西 另外一邊的,防守性的東西,可以說粒羽凸,剛剛可以夾得好 但是現在你慘了,拜仁德甲這邊,拜仁都在吃西班牙的東西 你回來要調教,用德國的東西 不要緊的,拜仁又是西班牙老教 怎樣怎樣都好 就算現在皇馬那樣,斯丹教也好 它不是西班牙,但是它在西班牙是蠟燭了很久 它很熟悉那種打法 一去的時候,教練,我們西班牙吃西班牙的東西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東西就單調了 所以我經常都說,為什麼經常都要找外國東西呢 外國的月亮是否好些呢,為什麼 在今屆來說,陳開落定,我可以再公布多一次 在歐冠杯裡面,頭三名就接入分組賽的 就是拜仁多夢特和尼華古順 無信家帕要打外國為賽 就是要做一點開捷,有兩隊球比他更加組的 其實逢是歐霸杯來講,都是一個雞腩 但是所謂組,好彩德國聯賽的體系分數都不是低 但是,你所謂的組都不是組很多 但是如果你跟歐聯的分組賽比 你真的要早點操,基本上 那就是施浩克林四和緬欣斯 今年拜仁都去到四強 我擔心一件事的話 下一屆去不去到 今年拜仁好像去不到四強 去不到四強 明年就更加學,我擔心 那要看新教練的功力會是怎樣 今常是,後防會好些 侯武師聽說會過去 你本身有些球員又要勾出來的 年紀大了 變成要執行的事都頗堅執行的 首先,前列要參加歐洲賽的 大概都是施浩克林四和緬欣斯 希望這六對球看來計的表現會是怎樣 不用看歐洲賽的,看能不能重整旗鼓 譬如和夫斯堡,哈法柏林這些 希望在來年來說,重回真表軌道 另外,有些球隊也給了警示 法蘭克福,雲達巴內媒 還有這個奧格斯堡這些 如果不能夠再積極爭氣一點的話 明年會遇到你,港版的位置 所以很簡單,一件事 這個和夫斯堡一沉下去,上不回來就是怎樣 反而那些中藝油的隊伍會好 為什麼呢? 當你們打歐洲賽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停下來 可以收生養息 變成是益化學生的 可以休息 沒有事沒有傷的時候,我們會練好一點點 趁他病那邊,他衰了回來 看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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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現在就是這樣了 所以這些事情很重要 來歸德甲聯賽會是怎樣? 未知之數,但有一件事肯定的話 一定是再有變動 因為最低限度每一次的領隊變動 一定會帶來一種衝擊 也有一種調節 尤其一件事,利文道夫斯基 也可能要跟隨哥迪奧拉離開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去曼城?不知 沒錯,沒有人知道 希望他真的去到曼城 老實說,他真的去到今時今 他的身價這麼高 其實正所謂有什麼聯賽沒踢過 除了現在黃馬巴賽和英格蘭聯賽之外 其實應該是德格樂聯賽已經得到應有的樹榮 是的,但如果不走 未必在這裡留得到 是的 是的 應該是挺坎坷的 是的 說回射法屋榜那裡 利文道夫斯基以30球 就是第一位 很可惜 他高不過薩華蘇40球 基本上今天是掌毛利粉 因為後期他們自己聯賽那邊這麼失色 奧巴美揚本身有25球 我們真的很慘 為什麼會去肯別人那裡呢? 基本上是 其實這些沒有事情 一時也命也 就算他留在孟元來說 我想也未必一定是好事 是的,沒錯 希望他這次逃出新天 更有美好的將來 因為始終他已經不是一個年輕的球員 希望他穩定一點 因為肺甲信都退休三年 是的,沒錯 沒錯 在這一節裡的德格足球回顧 就到此為止 我們待會再進入爾大足球回顧 OK 拜拜